海神水下事業 2022年最新推出的智慧型遙控救生圈 材質採用HDPE高強度耐衝及外殼 外觀U型及船底流體力學設計 當我們啟動之後 它的警報聲就會忍著想 一直動關機之後它才會停止 遙控器的話一樣 我們中間有活動的搖桿 有一個開機線跟一個一鍵棒航艦 當開放水域遇到緊急狀況 搭配防水遙控器 433通訊訊號而遠程遙控達800米距離 由後救生圈能以每秒5公尺的速度 前往救援 提供福利30公斤 水上載重200公斤 在輔助水域救援上更加簡易安全放心 我們採訪了幾位不同身份的人 讓他們接觸智慧型遙控救生圈 讓他們接觸智慧型遙控救生圈 我姓吳 口電吳 是吳大哥 我是水上摩托車教練 我也是威京救援協會的孤立指導 我也是船翻師 水上摩托車協會的總幹事 叫李 叫李先生就可以了 李先生你好 請問你是哪裡人 我是當地日月潭原住民邵族人 你是在地人 在日月潭從事水上氣息業者 像SUP 像滑水的業者 我叫建國 高雄人 對啊 我們還蠻常到海邊玩的 叫我廖阿邦就可以了 是 阿邦 請問你是哪裡人 我是台中逢甲人 我是做士兵工程的 當然肯定是第一年 因為我為什麼 肯定因為我人在這邊 我會覺得這個點是最漂亮的 我會比較推薦我們日月潭 因為我們日月潭在最近 它在疫情的期間之後 開放無動力水域之後 就可以變成可以玩水的地方 不會像說我們一般所熟悉的人 只有肯定 想聊球或綠島 現在日月潭的風景會比較漂亮 還蠻適合玩水 淡水無果這樣算是蠻特別的一個地方 好 首先想到的一定是肯定嘛 不過因為肯定距離台中的人比較遠 所以說我心目中的第一名 當然就是我們南投的日月潭啦 我都玩SUP 因為最近時下很多年輕人都玩SUP 所以我也想說會跟著玩 確實是真的很好玩 有時候我休假的時候我會帶朋友一起來 大家都很喜歡 我本來以為它是一台遙控船 可是後來我看到有貼這個反光標籤 我就知道哇這是救生 是救生用的 我知道這個東西非常好用 因為我們協會裡面開會有說這個東西很棒 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感覺 會很像飛碟 很像飛碟 有點像船啊 像那種遙控船的感覺 想說是有人的 這個想說是玩具是不是 但是我看到它的神放有這個反光天使 我就大概猜出來 大概是救生之類的東西 如果跟這個是 跟傳統的救生圈的差異嘛 其實這個的話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因為傳統救生圈的話 我們需要要用刨的 可是你如果用這個電動的救生圈的話 其實你可以遠程遙控 對可以直接開到落水者的旁邊 讓它扶著 會感覺會比一般我們在刨救生圈的時候 會來的比較快 救援的速度也會比較快一點 哇那當然是很棒啊 你想想看 像我們台灣 現在救人的話都只是丟救生圈給那個 那個溺水的人嘛 可是當溺水的人都很緊張 他怎麼知道你救生圈丟在哪裡 就算救生圈下去救他的時候 他還是很緊張亂抓救生圈 也會導致救生圈很危險 這台就不會了 隨便你愛怎麼抓怎麼抱 他都會浮起來 重點是你也不用幹嘛 你抓了他之後你不用幹嘛 他之後就可以把你救上他了 非常好的一個3G 因為這個算救人耶 這真的是救人 這個非常好用的一個東西 OK OK 我覺得這個東西真的需要一些民間團體 需要採過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對這個救生圈非常好用 是還蠻順暢的 而且比較驚訝的是他能跑的距離 比想像中還要遠 所以像剛才 就是到比較遠的礁石那邊 他好像就是操縱都還算順暢 沒什麼感覺 就是範圍外的感覺 目視應該都還OK 如果以溺水者來講 這種東西當然就很厲害了 因為等於是你就有一個東西可以隨時抓取 然後他會帶著你走 因為剛才就是趴在上面還蠻有動力感的 因為他就是抓著他 他就是會拖著你往前跑 所以如果真的拿來救援 應該是還蠻好用的一個東西 確實他來到我身邊的時候速度很快 然後來到我身邊我就好像抓著他 那對溺水的人會有一種安全感 有東西給你抓 那抓的過程中呢 他幫我們救在安的時候 你自己也不用做什麼 你只要抓到他 他就自動把你偷去岸邊了 所以我覺得我這台是非常方便 也非常適合救援的一個東西 是一個松阻子 先也是一個松阻子 還有一天 我現在說要抓著他 與此前先拉到你 在會用的東西 看到你 我們有多好好的 看到你 就要拿到他 所以什麼東西 就要帶到他們 所以那東西 說完 還要 我們 在自己 就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